嗨嗨 這是我給大家烤的已經出爐了 總共烤了八十幾分鐘 裡面有熟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溫度六十幾度 六十幾度 這是比較先拿出來五十六度 探針 擦乾淨 我們測試一下是不是熟透了 這邊也是很熟的 正中央的部分熟了 然後我們來看鋪膜 好 那燙的小心 這邊一樣紙 把它分開 跟抹分開之後呢 就可以拿出來了 屁股會是乾淨的 這邊有點濕濕的 那我們就把旁邊撕掉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 在早一點烤的 我這個是指 雪橙 雪 第一次的雪 雪橙 雪橙優格 沒有油膏 雪橙 鮮奶油 像是蛋糕 然後這個是牛奶 鮮奶油的像是蛋糕 這個是馬夫納可可的 好 都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呢 像這樣子 這個我們就烤十二公分的圓形 比較小一點點 把它撕開 好你看 因為我們用水浴的方式烤 所以 這個旁邊就比較不會上色 那雪橙本來是粉紅色的 可是 太天然了 所以加它麵糊裡面 入膜的時候 其實它就沒有粉紅色這種東西 就沒有這個顏色出現 就是這樣黃黃的 好 把它放過來給大家看 撕開 那這個混合得很好 所以你看屁股的部分 就非常的那個乾淨 好 沒有結顆粒 沒有像你剛剛那兩顆有結顆粒的感覺 的感覺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其實這個分量是一樣 一次兩個十五公分的 兩個十五公分 跟三個十二公分 那這個十二公分呢 是 是一個圓的膜 一個圓的十二公分 跟兩個半圓形的十二公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半圓形怎麼脫膜呢 那小心喔 有點燙 有點燙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它能夠 倒扣 OK 倒扣 倒扣 那倒扣的時候呢 我們準備一張這個紙 要這個紙 好 我們就把它敲一下 其實你把它敲一敲 旁邊就會離抹了 看一下 有沒有 看一下 攝影機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 你看看 有沒有 稍微撥一下 撥一下 那因為我們有灑 那個抹油跟灑粉 有沒有 稍微這樣子撥開 它就可以撥開了 輕輕的就好 不要太用力喔 利用它自己的力量 就這樣輕輕的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摔一摔 好 直接把它震一下它就已經掉了 好 倒扣 小心這很燙 好 OK 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帽子打開 登登 OK 看一下 圓形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 有沒有很可愛 像這樣 好 我們還有一顆 怎麼脫模呢 你看我倒扣之後 它是不會掉下來 因為它一樣會黏在旁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像剛剛那樣子 我們放在 我們放在布上面 然後就這樣 一樣 跟氣氛的布一樣 就這樣 震一震 震一震 它就脫模 你自己看按摩 旁邊就脫模 好 我這時候紙墊著 反過來 好 如果稍微掉不下來 你就稍微這樣子 給它撥一下 旁邊這樣撥一下 好 它就可以掉下來 那你發現它掉下來了 打開 有沒有很漂亮呀 半圓形的 OK 你看 這雖然是不沾模 可是我們抹了油跟粉 那它脫模的時候大概像這樣 那同樣一爐呢 我們就是有這種 半圓形的 聽聽它的聲音喔 像鼓一樣的才是對的喔 來聽聽 嘘 開始 對不對 好 那因為這個半圓形呢 我等一下要用它來做造型 所以我就讓它這樣子 呈現 像以這種的話 這個是15公分的 你看15公分 15公分跟12公分 然後這個出爐之後 它已經冷了 變成這樣 有沒有 就不會有沙沙的聲音 有沙沙的話 基本上是還有水在裡頭 然後它面膚可能是 還不OK的 好 那就這樣子 跟我 好 拜拜 拜拜